张铃功详 不是因为我写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20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纯有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下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国花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 我叫Darek Ali 我从 Egypt 我现在扫益 我今天认为我的当初的研究中,在米国。 我认为在研究上,我喜欢武士。 我曾经认为武士,从四年代我长了。 我来到中国,而不只能够探索我的成员, 但我还能够探索的藝術在中国。 现在我们讲一下娃娃娃。 最基本的动作娃娃娃是, 你两个脚要是一样的, 不像这样 它需要很多力量 在前面和背面 所以如果您没有均衡 力量 和好位置 你会不会做它 Shaolin Temple 是一种很影响的 中文艺术术 所以我跟一位朋友的建议 我去Fawang Temple 学习 Shaolin Wushu 2018 中文艺术 在中国有一个很明显的电影 也叫 Shaolin Temple 我非常喜欢 实际上 很多的图片在电影 是正确的 当我们在训练 我们必须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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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Fawang Temple 我们必须在训练 9个日子 每天 然后在训练16公里 每天 从时到时 我的师父 我还没有在训练 就像一个约约的约约的《功夫 panda》 任何东西是可能当你享受你的平静 我经历过中国人很久 中国人不是很激烈的 而中国人爱平静 这实际上是在历史上的学术 例如做证据到正确的地方 我学习书书书的不断与任何人 但能复制我的静静 像是需要我們在訓練中的訓練 和能夠有足夠的招待 這些功能也有很大的幫助給我 在我的生活日常 後來我終於學習 Shaolin Wushu 在 Fa Wang Su,在中國 我開始教學術學院在 Egypt 當地上的職業監督俱樂監督俱樂監督 我已經教了 Shaolin Wushu 在 Egypt for 5年現在 我的學生是從 Egypt 和美國、加拿大、俄羅斯、印度尼斯 我後來回到 Egypt 有更多人在世界中 我看到他們想學習 Shaolin Wushu 在北利公 我們有一個Wushu團 有學生從馬來西亞、澳洲巴基斯坦 我們從不同的地方 但我們成為Wushu的朋友 因為Wushu 我來自印度尼西亞 我練習Wushu有十多年了 我來自馬來西亞 六歲開始學習中華武術 至今應該差不多十五年了吧 我的名字是Ibrahim 我從 Uzbekistan 我從來自印度尼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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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這筒 它幫助你自己的意識 我從來自印度尼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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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